众所周知 近年中国一直在扶持民间企业进行军事项目的研发 并且在这方面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而在近期即将开始的珠海航展上 这种发展军事技术的民间企业就不在少数 而且都参加了展览 参加展览的展品中 有许多都是此前闻所未闻的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出彩的 其中最让人瞩目的就是广东宏大爆破公司 生产的导弹系统HD1项目 这个项目是宏大爆破组织研发的超音速巡航导弹 并且预定在珠海航展上亮相 按照惯例 以往这些导弹项目都是由国家科研单位进行的 但是现在情况却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那就是民间企业也有能力进行军事武器的研发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这种局面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成为普遍情况 这款最新的HD1陆基机动型超音速巡航导弹系统 具备了很多非常独特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反应速度快 根据研发单位公布的资料数据来看 这款机动导弹发射车采用了8×8式的越野底盘 这种底盘据悉曾经是军用底盘 而且有过改装成轮式步兵战车的历史 所以可靠性是无需弹忧的 而且不需要预定发射阵地就可以直接就位发射 除此之外 它的武器系统的操作反应速度也非常快 根据介绍 这款武器具备了自动测试和控制发射的能力 换句话说就是打开中端获取目标后 直接按下电钮就可以打击敌人了 这样简单的操作方式是几代操作系统改进达成的 最早的导弹发射系统需要正确切通数十甚至上百个电钮才能发射 现在完全可以做到一键发射 而且根据图片来看 它的发射箱采用了6连桩倾斜式发射 几辆发射车组织在一起 就可以构成一次饱和攻击的钢铁舰语 反应速导弹的速度更快 所以敌人的导弹几乎不太可能拦截下来 最难得的是 HD1型导弹具备快速回收的功能 谈得上真正意义的打了就跑 所以这款民企造的导弹套路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了 不仅不需要发射阵地 完成整套流程不到十分钟 甚至发射后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跑路 这样的反应速度让它多了很多吸引客户的卖点 未来对外出口的实力也更加强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